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今天是2020年3月31日 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周二的时光我在上海给大家问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关注科技 科技新闻呢 最近其实也是蛮多的 但是都被这个关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呢 所覆盖 因为基本上呢 人命关天 那所有人呢 都还关注这个疫情 那疫情呢 对全世界的经济 政治格局 那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这个 目前国内的这种政策 那产生了这个巨大的影响 那很多人呢 称之为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整个科技行业呢 它是高度全球化 高度产业链 全球高度合作分工 那以苹果为例 它是有全球的供应链 那它在美国 它在中国的工厂 美国的设计 那台湾的生产啊 芯片啊 日本零组件 各个地方吧 都有很多啊 我们看到呢 现在的这个各家的产品呢 前几日呢 华为发布了它的新机P40 P40的发布呢 表示呢 华为它现在呢 还在按照自己的节奏 那自己的步伐 在往前推进它的新的产品研发 那新的这个一些进展啊 那包括华为 它在P40上面呢 它所发布的这个这个 这个新的一些摄像技术呀 还有就是它准备怎么解决 没有这个GMS 就Google的这个移动服务的基础之上 它自己的这个HMS 华为的移动服务 那如何的去适配和使用等等 那我们认为呢 最近呢 这个疫情呢 导致了全球的科技行业的寒冬啊 我之前说过这个寒冬这个临冬将至 对吧 这是权力的游戏里面的一句话啊 那苹果手机呢 它确定了这个新品的推迟啊 也包括呢 苹果它5G手机的这个推迟发布 那使得整个的需求量呢 变得 我说的是供应链的需求量 就是说它像这个 像这个台积电 像富士康下订单 那这个量呢 都减少 那使得呢 这个富士康台积电的整个业绩呢 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看这个富士康 它在第四季度的财报呢 它的利润呢 下滑了23.7% 那这一部分的影响呢 未必是这个疫情的影响 因为毕竟是这个2019年的第四季度的财报 但是今年的一季度呢 我相信这个台积电和和富士康呢 的业绩呢 都会受到大幅的影响啊 像比如说那富士康在这个印度的工厂 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期节目 他本来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呢 它的这个表现和它的生产的效率 各方面呢 都不好 那苹果手机呢 iPhone11呢 也就取消了在印度生产的计划 那最近呢 印度政府呢 推出了一个印度的索国计划 那么在21天之内呢 所有的工厂停工 那所有人待在家里不许外出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那整个印度的这个富士康的工厂呢 那都停滞下来啊 所以全世界的市场目前看起来 特别是电子产业 恐怕只有中国在缓慢的复苏当中 那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制造啊 日常的生产 还有一些这个市场的机会啊 我们看这个根据这个台湾联合 联合报的这个报道呀 那讲到了台积电的受到的影响 那就是现在的新冠疫情 使得台积电的三纳米的市场线呢 它的装设被迫延后 那原定6月装机时程呢 将延至10月 那延长了4个月 那整个南科18厂市场线呢 恐怕也被迫延后 至少一个季度 由于对手呢 像台积电的对手 当然不是大陆的企业啊 大陆的企业呢 像这个华红半导体呀 中芯这个芯片呀 中芯半导体 还达不了这个水平 那台积电的对手是谁呀 是三星半导体啊 那整个的台积电的对手 三星半导体呢 大举追赶 压住在三纳米制程 台积电的延后市场呢 也让这场这个三星和台积电 之间的双强的争斗呢 更添了张力啊 三纳米制程呢 是半导体产业历年来的 大手笔投资 更是龙头争霸的关键战役 那台积电将投资总额 超过1.5兆元的三纳米计划 那留在台湾 那奠定了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 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制造重心 也掀起了强大的局期效益啊 不过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疫情呢 那因为本来三星呢 他要追赶整个台积电的 这样一种企图和这个 追赶台积电的竞争吧 想埋了就是你是当老大 在5纳米的时候 台积电吃的那么嗨 几乎他抱揽了全球的订单 三星呢 一直都是处在老二的位置 在追赶这个台积电 那现在台积电呢 他的计划延后 那么三星呢 将被迫这个 不是被迫了 三星呢 这个将追赶这个台积电的企图呢 就非常的这个 就激进了啊 一直在狂追猛杆啊 三星在14纳米的制程 曾经呢 大幅的落后台积电 那随后呢 在10纳米 7纳米的制程上呢 更加被台积电呢 大幅领先 三星因为跳过了5纳米呢 就直接决战3纳米制程 因此呢 计划在2030年前 投资1160亿美金 希望呢 超越台积电 成为全球第一大金元代工厂啊 这个呢 我们说到这个疫情呢 影响了这个双方 特别是这个半导体制程啊 这个呃 两个巨头之间的这种竞争 所以呢 他对台湾来讲的话 像龙头的这些企业 台积电呀 富士康呀 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那我想 整个的这个电脑 电子产业呢 那台湾 他其实在电子的这个半导体 这一块呢 还是比较强的 那也是他最重要的产业 那如果这一部分受到很大的影响呢 我想台湾的经济呢 恐怕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打击啊 另外呢 我们回到国内呢 来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呢 来看这个 国务院啊 他在3月30号 就是昨天呢 就召开了一个 叫联防联控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那在新闻发布会上 新闻发布会上面呢 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长 他叫新国斌啊 他呢 就这个答记者问啊 还有就是工信部的产业政策 和法规司的司长 徐科敏啊 等等啊 那问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关于中国电子产业的 科技产业的目前的复工复产的情况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受应急影响呢 目前的各方面的复工复产呢 都在应该说是稳步的推进吧 那一方面呢 要考虑不要引发大规模的群聚的感染 另一方面呢 要去这个生产还是要继续啊 那那么就提到了几组数据啊 就说到这个 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啊 目前呢 中国的电子行业信息行业 那平均的复港率呢 就是复工率呢 已经达到了95%啊 重点企业呢 像中兴国际 京东方啊 华星光电啊 这些企业的复港率呢 达到90% 那华为呢 已经全面的复工复产啊 富士康的27个主要的厂区 已经复工了81万人啊 整体的复工率呢 达到了百分之93.7%啊 所以呢 在整个中国来说的话呢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呢 那现在呢 应该说整个的复工情况呢 还是比较顺利啊 像比如说很多重大的项目 像长江存储 长星啊 这个华星光电 那个维信诺等重大项目呢 也在持续的推进的过程中 呃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复工呢 对全球呢 都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看到最新的信息呢 就是德国的企业呢 呃 和媒体呢 发布的消息 就是中国目前向德国下的订单 那在呃 最近一段时间呢 持续的增进 增长 那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中国的需求呢 在恢复 那特别是2B的需求 就是中国的企业要复工复产的话呢 它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啊 各个厂商 那么德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科技产业的供应链 那它的需求 它的这个拿到的订单越多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中国的需求量呢 越旺盛 那说明中国的复工复产的情况呢 就越好啊 那中国呢 不仅向全世界提供产品 那中国呢 也是要向全世界进行采购 所以呢 中国是全世界的市场啊 那这个呢 呃 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希望呢 这种呢 能够持续下去啊 特别随着湖北 随着武汉逐步的解分 那么湖北人 武汉人到了全 到了全国各个地方 开始正常的上班 那现在呢 全国上下最担心的就是 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那他们可能身上携带病毒 那么会去传播 那这件事情呢 最新的一个情况是呢 湖北恩师的一位 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驾车啊 到了甘肃 那么最终呢 在甘肃呢 被确诊 呃 他的手机的这个健康码呢 是绿码 但是呢 依旧还是被确诊了 那这个情况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啊 呃 我们回顾回来 再说到华为 华为他的这个呃 P40这个呃 新手机呢 发布了 那随后呢 这个于成东 就是华为手机的负责人啊 华为终端的负责人 他接受媒体采访 那他提到了 即使这个华为 已经建立了自家的应用商店 叫APPGallery啊 但是依然希望呢 能够使用谷歌的所有的服务 他还表示呢 华为的这个大量的投资 摄像头 目前的在P40上面 每个摄像头的成本呢 差不多是100美金啊 那非常的昂贵啊 呃 我就注意到这个 这样一个消息就是呢 呃 于成东呢 向媒体表示的 呃 说如果 呃 如果这个呃 可以解分 那谷歌呢 向华为解分的话呢 那么华为既然愿意 继续使用谷歌所有的服务 我想呢 这里面呢 可能有几个纬度的解读 那第一个呢 就是 是不是呃 有什么消息啊 谷歌或者美国 愿意放开 对华为的这方面的限制 呃 啊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 第二个猜测呢 就是华为 他推出了自己的APPGallery 就是华为自己的应用市场 对吧 那谷歌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Google Play 那苹果呢 有APP Store 对吧 呃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应用市场 那华为的这个 这个于成东的这个说法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就希望谷歌 他的应用呢 能够 也上到这个APPGallery里面去 啊 也就是说 利用他的这个 这个呃 利用他的应用市场 也能够把它上进来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大家知道 用苹果手机的人 呃 你在这个APP Store里面 也是可以下载Google的 什么Gmail呀 YouTube呀 什么呃 什么搜索呀 啊 Google Google的这个各种产品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未来的话 如果华为的 呃 这个APPGallery呢 越来越争气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 呃 Google的产品 也可以来华为的应用市场上 进行上架 那Google愿意吗 呃 不一定啊 这个要看实力 如果华为的用户量 非常大的话 那Google他作为一个 这个应用 应用的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系统提供商吧 或者服务提供商 他是一定需要一些手机平台 呃 和硬件的系统 来作为他的一个支撑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双方可能是有合作的基础的 啊 在商场上面呢 大家彼此计算利益啊 这是最重要的 那余成东是不是在为未来邀请Google 在他的这个呃 这个目前的发布的HMS上面呢 呃 这个华为的移动服务上进行应用开发呢 不知道 那是不是在潜在的未来啊 这个华为发布鸿门操作系统 那希望Google来进行呃 在他的鸿门系统上进行开发呢 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总归呢 谷歌作为一个全球拥有大量的 这个粉丝 大量用户的一样一个服务提供商 那华为呢 希望和他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我认为这件事情呢 是理性的 是客观的 是符合商业价值的啊 当然了 作为很多的这个网网民朋友呢 可能会觉得呃 我们要搞自己的鸿蒙 我们要搞自己的HMS 我们要怎么样 完全自己搞 对吧 但是我们也需要正视 华为目前所面临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困局啊 特别是现在这种科技寒冬之下 那每家每家企业呢 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呃 不仅美国美国的企业 包括中国的中国的企业 全世界的科技企业 目前情况呢 都不好啊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呢 这个需求需求萎缩啊 全世界的老百姓呃 过日子可能都困难了 对吧 有的地方连吃饭钱都没有了啊 那就节省开支 节省开支的话 这些这个顶级的 终端的产品的服务提供商呢 那都是非常昂贵的啊 无论苹果手机 三星手机 华尔手机 在这样的一个 昂贵的这个产品面前呢 它的消费呢 需要 需要这个实力 需要资金呢 就工作呀 需要赚钱 才能够消费得起啊 太贵了 对吧 那现在呢 这个全球的失业潮 有一种说法呢 说美国可能会有 三千多万人失业 那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糟糕啊 美国目前的局势 看不到头 我觉得呢 前方看到的完全是黑暗啊 我都就像进到一个山洞 我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一丝 那个山洞洞口的光啊 能够看得见啊 我觉得呢 都很难啊 那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 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目前的这个 全球的 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之下 科技行业所面临的情况 还有呢 华为 那于晨东 他对外做的一个最新的表态啊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 华为呢 能够行稳致远啊 能够所谓的这个 用金融一句话叫做贯穿周期 对吧 那在这样一个 这个把这个困难的时刻呢 能够度过去啊 呃 OK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呢 这个 呃 就会时不时的呢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科技行业的一些情况 一些进展 那我本身 以前我是做手机研发的 所以呢 呃 多少呢 会有一些这个 呃 就是说 咱们说直一点吧 专业的底子吧 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啊 给大家普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啊 那现在的这个 呃 我们看到这个 呃 变化都很大啊 变化非常快啊 包括 最近又有美国又有人声音认为呢 想把华为呢 继续的这个强力的压制华为 就是呢 压制台积电 不给华为供应芯片 啊反正这样的消息吧 层出不穷 那也不知道呃会不会这么做吧 特朗普呢也都很善变 那不管怎样呢 我们就呃持续的关注 OK 好 那今天这次这次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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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